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您收听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章临期二十五天 灵修特輯 聖诞之光 重拾恩典 来到主题二 復甦之光 在章临期的第二个主日 我们将会演点 第二支自食蜡烛 这个礼拜的主题是 悔改和洁净 悔改并非一次性的行动 而是一种持续的心态 和生活方式 我们需要选择 从罪恶中归回 返回上帝的道路上 参购祂的洁净 和更新 愿我们的心灵 在章临期中被转变 为迎接圣诞 做好准备 第八天 光的善奉 奴家福音 一章七十八至七十九 因我们上帝 怜悯的心肠 叫清神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遥照亮 相坐在黑暗中 死阴旅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因着历史遗留的问题 香港曾经有一个 没有法治管理的地方 叫做九龙城寨 拒着环境极其惡劣 没有电 没有水 甚至黄倒毒盛行 可谓 无法无天 无法 是因为那里 是没有法律管治 而无天 是因为房屋环境 極度挤壁 所以是看不到天空 而九龙城寨 亦都被称为一个 绝望 以及黑暗的地方 连香港人自己 亦都不敢 随意进去 但是 有一位英国少女 叫做潘卓玲 她因着上帝的爱和感召 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远到重阳 走到九龙城寨 是服侍了超过二十五年 靠着耶稣的光 照亮无数在黑暗中的吸毒者 以及迷途的青少年 将他们引导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在这里引用 以赛亚书 九章二节的经文 说到黑暗在旧约 可以指是身处的困境 又或者是犯罪的后果 以色列人的确 曾经经历亡国的黑暗时期 亦都曾经因为犯罪 而活在黑暗里面 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祂要照亮黑暗中的人 引导他们 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主耶稣的确 能够帮助人脱离罪恶 慈离人力量离开黑暗 指引人走向平安的道路 摆脱困境 就好像他帮助九龙城寨里面的吸毒者 戒除毒人一样 奴家福音一章七十八至七十九字 因我们上帝联敏的心肠 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任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奴家引用了这段旧约的经文之后 立刻描述了耶稣的先锋施洗若汉 施洗若汉主要的工作 是预备主的道 收直他的路 使人更容易接受耶稣基督 其实潘子梅在城寨的工作 就如同施洗若汉作为耶稣的先锋一样 带领人悔改归主 重建光明 在圣经里面 平安不仅是指人与上帝关系的复和 还包括了政治和社会的和平安稳 甚至是人与万物复和的未来状况 今天世界各地充满了令人悲伤或者愤慨的战士 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但是有一天 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 这一天都将终结 一切都会在主里面复和 达到最终的平安 每年将临期和圣诞节 不仅提醒我们耶稣曾经按先知的预言 降世为人 也都提醒我们耶稣将按圣经的预言第二次降临 愿我们能够怀着盼望继续发光 成为主的先锋 使在黑暗中的人见光 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就如潘子梅在城寨所做的美事 在我们的社区和人制圈中 是否有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我却忽略他们的需要呢? 我是否在生活中優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分略了其他人的需要和福祉呢? 各位朋友 在将临期这段时间 让我们反思并且悔改 预备心灵纪念主的降临 亲爱的天父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主耶稣的先锋 给我们的机会 令人看到真光 而不要再在黑暗的死人休局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多谢你收听收看 由灵命日良事工制作 张临期二十五天 灵修特輯 如果你喜爱当中的内容 邀请你可以转转和其他人分享 同时也邀请你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上专页 或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看以及聆听 有关张临期 其他的灵修讯息 愿上帝慈福如你 愿上帝慈福如你